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草尼尼亚汉堡 今天为大家带来 非说未来的官方漫画第六剧 入魂的那天 黑老大就对小弟们许下了承诺 无限已经加双休 法定节日有礼收 眼下正是圣诞节 于是黑老大带了员工上街选礼物 看看有没什么喜欢的 我买单 但在这之前 我们还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现在的合伙人 老魔 少废话 你都迟到了 东西带了没有 带了带了 原来黑老大为了员工 能过上平安的圣诞夜 他与魔鬼机器人做了交易 即用黑老大放出的高利贷名单 作为交换 让魔鬼机器人接手去收钱 如此 魔鬼机器人便为和机器圣诞老人商量 还他们一个平安的圣诞夜 这边 星际快递公司也在为平安夜做准备 教授决定在平安夜时 带大家去给社区的老年人表演话剧 实则 这只是一场劳动改造 由于在失禁期间 开车被交警逮捕了 所以教授被安上了公共场所 行为不端的罪名 班德表示 你犯罪 凭什么我要受连累 我不去 不去是吧 那就派你去把那三吨磁铁送了吧 我还是看看剧本吧 这时公司的专线电话响了 班德找你的 班德接起了电话 电话里 称班德成为了福特兰酒终身享用者 而这只需要班德回答一个问题就好 你喜欢喝啤酒吗 喜欢不喜欢 好了 我确实是喜欢 回答正确 你赢了 你只需今日内 到达地狱厨房的66蛋丁界 来领奖就好了 对于这块天上凸雕的大馅饼 打的班德可谓是神志不勤 天下哪有如此好事 丽娅表示此事很可疑 但班德仍然坚信 这不是诈骗电话 一是拖着弗赖领奖去了 二人来到了大街上 四处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这时 弗赖看到了一个救世君 他拿着药饭波 鼓动路人帮助有需要的人 弗赖毫不犹豫的掏了腰包 班德拦住了他 你在干嘛 捐钱啊 傻子 我们可是武装部的 我们只给平安夜不能自卫的人发放武器 所以意思是 可以捐献枪支弹药什么的 班德二话不说 从兜里掏出两把机枪 我只剩这两只多余的了 尽点绵薄之力吧 一阵转悠过后 他们总算找到了电话里的那个地址 弗赖和班德商量 你去零酒 我去给咱们的话剧找个松树 于是班德来到目的地门口 班德刚要敲门 却发现门没锁 于是他走了进去 没想到这是魔鬼机器人的圈套 他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要钱 原来班德也曾在黑手党手里 借过高利贷 他们以前也就是打断过我的腿而已 也没问我要过钱的 废话少说 现在是我接手了 要么还钱 要么跟我混 你选一个 班德很识趣地选择了后者 魔鬼机器人 很快给班德布置了任务 那就是让班德告诉自己认识的所有人 平安夜晚上准时到时代广场上来 虽然入了帮派 但班德表示 绝不敢伤天害理之事 平安夜晚上 圣诞老人会来打劫 所有人都会遭殃 我不敢 但魔鬼机器人却告诉他 圣诞老人这款机器 从造出来到现在 就没人给过好评 所以现在他已经被重新编成 正好借这次圣诞夜的机会 为他曾经给大家造成的恐慌表达歉意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办完此事 你的债务就一笔勾销 并且每个人 我还会给你五美元的提成 但你只有这一天的时间去散布消息 如此低劳力 高报酬 无分险 有前途的事 班德自然瓦塌了 我会好好干的 这边 弗莱拿来了一盆塑料盆景 并称是自己带回来的圣诞树 中人表示 我不傻 也不瞎 你这他妈也叫圣诞树 额 条件有限 就不要挑三解四了 好了 既然有圣诞树了 那我们就开始排练话剧吧 话说我是什么角色 这是班德也回来了 但不是回来排话剧的 他表示 我不能和你们瞎混了 我可是有新工作的人了 现在 我是啤酒公司的活动酒桶 负责圣诞节期间 给所有人派发啤酒 说着 班德就假装要走了 其实 是趁机撒鱼儿 对了 你们听说了没 明晚时代广场会有一场派对 听说很多人都会去 但是圣诞机器老人 会在外面烧杀抢掠 这不是自杀吗 班德告诉大家 你们还不知道 他被重新编程了吗 这个消息 顿时让公司炸开了锅 正在大家质疑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时 电视上发布的新闻 让大家豁然开朗 原来是真的 并且总统还亲自说明了缘由 去年 圣诞机器老人想袭击白宫 结果被我们下了毒 这种毒 会将他的淘气档案 从硬盘上删除 并装上好人档案 所以这就意味着 弄发话 那肯定是没错了 与此同时 班德将消息传遍了整个城市 无论是街头巷尾 酒吧夜店 几乎都得到了这个消息 业余时间 班德去找老朋友喝了杯茶 闲聊间 班德得知自己的朋友 居然也在为魔鬼机器人做事 但没想到的是 魔鬼机器人给他开出来的报酬 竟然是与小黄同台演出 班德羡慕不已 有钱 有什么用呢 比起自己痴迷的小黄 简直不值一提 老朋友提醒了他 反正还有时间 你去和他说说 没准也能跑个龙套什么的 班德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于是立即去找魔鬼机器人 他来到目的地 这一次门还是没有锁 但屋子里却没有人 只有椅子背后的那个房间 还亮着灯 诡异的氛围 击打着班德所胜无奇的胆子 要不要进去看看呢 万一里面有坏人呢 我会不会被灭口 禁还是不禁 算了吧 反正我还可以组装 那就禁吧 没想到 这却让班德发现了魔鬼机器人背后的秘密 原来圣诞老人改编成的消息是假 抢劫是真 时代广场即将会上演一场分爆屠杀 不行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放出去 班德随即看了看自己的双眼录影机 可恶 内存卷被艾米利亚的国体录像占满了 删还是不删 正在这两难之际 哦 我怎么忘了 胯下 还有一个移动U盘 好吧 让我来揭穿你们的秘密吧 这时 里屋的神秘人 却让魔鬼机器人发根烟来抽抽 魔鬼机器人表示 我不抽烟 不喝酒 不嫖娼 不赌博 那么哪里来的烟味呢 魔鬼机器人赶紧走出来看 只见一个搬弯机器人的背影 仓皇而逃 公司里 大家还在为圣诞晚会排练话局 突然班德冲了进来 不好了 要死人了 教授见此呵斥道 班德 你这样有意思吗 不参加就算了 还来捣乱 于是把班德偷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大家 并称有录像作证 大家立即决定将真实消息发布出去 但是 怎么在短时间内通知那么多人 这时 电视开始播送每日新闻 大街上四处洋溢着平安圣诞夜的节日气氛 看来 城市已然地陷入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大家以最快的速度 跑到了电视台录制厅 现在来不及解释太多了 班德立马冲上前抢镜头 我叫班德 接下来 我将播送一则劲爆消息 大家都被骗了 圣诞机器老人根本没变 圣诞夜的时代广场 即将上演一场大截杀 并且 我有录影作证 记住 我叫班德 可接版万美元真人秀 杂志分面 写真拍 想看实地偷拍的录影吗 锁定进报新闻频道 广告之后 我们再见 总算是在新闻播放结束前放出了消息 接下来 只要放出录影带 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这时 尼格松带来了一群保镖走了进来 并称是来护送他们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会随后放录影带 公布真相 说得有鼻子有眼 真是不幸也没理 于是三人坐上了总统 为他们安排的专车 万万没想到 司机 虽然是圣诞机器老人 你好 圣诞专线为您服务 随即 车内迷烟深腾 弗赖利拉很快就失去了意识 班德临位不乱 不好意思 您的迷烟 对机器人没用 闭嘴 宰着 随即 圣诞机器老人掏出了一把高压电枪 对着班德一阵狂射 星际快递小队团灭 他们被抓进了魔鬼机器人的地盘 各种行具一应俱全 这是我的精装休闲度假房 你们是先来个针灸 还是先做个SPA 呃 那还有第三种选择吗 有 那就是把你们证据的所有拷贝都交出来 班德表示 这个好说 但你得先把我的朋友们放了 我们坐下来喝杯酒 好好谈谈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 哦 我应该说是一颗头 没错 居然是尼格松 三人纷纷谴责他 没想到尼堂堂领导人 居然和魔鬼机器人这种黑帮勾结 尼格松赶紧解释 我只不过想要个头衔 什么头衔 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原来 由于换戒选举快到了 为了劝保选票 尼格松导演了一场抢劫大事件 圣诞夜那天 圣诞机器老人配合出演抢劫犯 然后再由他发动杜P大军前来围剿 以此博得舆论的支持 并且事后他会赦免圣诞老人 以确保明年的圣诞节 他还能照常抢劫 莉拉表示不解 魔鬼机器人和圣诞机器老人 怎么会同意帮忙 毕竟帮派势力与政治斗争 一向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魔鬼机器人说到 他答应我 选举成功过后 任命我为副总统 呼说明明我才是副总统 显然尼格松的谎言暴露了 于是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 顿时炮弹满天飞 子弹一大堆 欲望相争 余温得利 弗赖和莉拉的铁链 居然被乱射的炮弹打中 于是二人重获自由 他们摸爬地躲到了一边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说完莉拉拿起三头刹 奋力地射向班德 哦错了 是摄像锁出班德的铁链 不愧是星际快递排行 首位的打手 班德成功被救下 就在三人准备逃出之际 总统叫出了他们 好人一声平安 救救我吧 利拉回答 这是你咎由自取 只要你们带我走 我什么都答应你们 一阵掂量后 他们带走了总统 原来救他的条件是 必须要参加话剧表演 场外 弗莱对班德说 兄弟 你录影的行为非常勇敢 我为你感到骄傲 班德却支支吾吾 原来班德并没有什么录影带 为了让大家相信他说的话 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因为他还是放不下 艾米和利拉的国体录影 因为班德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 居然引出了一系列帮派交易 和政治斗争 尼格松为了连任 居然大费周章地 想要利用舆论力量 如果不是班德意外发现 其中的内幕 尼格松怕已经是实现了 名利双收 而黑老大砸下巨额高利贷 也只不过是想让手下们 过一个平安的圣诞夜 这对比尼格松 简直是莫大的粉刺 黑老大为了给手下买来一夜太平 耗尽了自己全部的积蓄 而尼格松却为了自己的名利 不惜为子民制造恐慌 人民的利益 或许在统治者的眼里 根本不值一提 毕竟身居庙堂之人 怎会知晓世道艰难 统治者不是圣人 却也知谁能载舟 义能复舟 偏偏人生如戏 谁又能逃过戏子的命运 世事弄人 分水轮流 尼格松最终还是变成了 话剧台上的小丑 仅供娱乐 兜兜转转一大圈 曾被愚弄的人们 却看了一场幕后人参与的喜剧 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傻子 他们只是难得糊涂 你以为你的表演天意无分 却不过是他人赏脸而已 这一生做好自己 就已经很难了 何苦还要为难自己 去教别人该怎么做 清醒太容易 难再糊涂啊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和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